好 我們今次講到 就不只是幫我們自己的營旅 而是幫人 譬如有人我們留意到他有營旅 那怎樣幫他呢 這個都是含有輔導的過程 就是去聆聽他 關心他 幫助他的靈命和神的關係 然後幫他知覺他的營旅 因為人通常來說是不喜歡聽到自己有營旅 人是不喜歡聽到的 這是事實來的 人通常來說很難接受其他人的意見 就算基督徒都未必接受的 好了 在這個經文裡面下面的經文 這些經文幫助我們去幫人 第一馬太十一章二十八節 那個奴婦丹重大德安息 那幫什麼人呢 原來基督徒可以興省的 有些人的營旅是什麼呢 哎呀好重啊 好辛苦啊 搞不定啊 好煩啊 哎呀這麼多問題 頂不住了 因為他為什麼呢 他從小到大都壓在這個人的壓力之下 他都覺得我要滿足人 有時候有些人會覺得這樣 我要滿足人 所以他就覺得呢 我要滿足這個這個這個 我要他們歡喜我 這個這個又有一個錯誤的 錯誤的信念 那些人不喜歡我呢 就是我有問題 有時候人是會不喜歡人的 他不喜歡人 代表我們有問題的 所以我們讓他知道這個 第二 詩篇118篇6節 有理由幫助我必不懼派人 怎麼一樣呢 首先我們自己不給人影響 就是說人家 就算他們想做這些事情傷害我們 不要緊要有神幫我們 好了有個人 這個經文在別人身上很難應用的 為什麼呢 因為很多人 被老公影響 老婆影響 被家人影響 被教會的人影響 就覺得自己很慘很慘 就覺得自己很苦啊 很不抵啊 那這個經文可以怎樣用呢 就是告訴他 神幫你的 人傷害到你的 人不能夠拿走你的 你聽話 神就不會拿走 但是很多人很難相信這件事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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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話 神就 就 還給我嗎 就是他覺得很難以相信 就是人罵我這麼多 神會 還給我嗎 你怎麼回答 譬如說 我老公每天都罵我 好不抵啊 好受傷啊 好痛苦啊 那我 我 神怎樣 還給我呢 就是如果 如果 老公罵我 看他罵什麼 那我通常 我通常呢 我都說 小事呢 我就 是 你說這件事 小事 就是你就跟他 說不說這件事 小事啊 OK 不爭拗嘛 不是的 不爭拗 這個非常好 都是講心態 是啊 就是你自己的心態呢 那 他一罵你的時候 你就在想耶穌 嗯 非常好 你會 你會 停一停 很冷靜 但是很多人都做不到 是啊 這個很多人做不到 很受人影響 那這個呢 真的需要陪伴 給他知道他很寶貴 祈禱 讓他知道 經歷到神 好 我們繼續看下去了 這些經文我們熟悉 詩編二十七篇十節 我父母離棄我 又說必收留我 這句經文對什麼人有用啊 被人 遺棄那些人啊 因為他們覺得 哎呀 我都不喜歡我 那些朋友不喜歡我 唉呀 那些香港人不喜歡我 哈哈哈 那些人不喜歡我 那些人呢 好像看小我那樣 但是呢 他們不 就是他們 拒絕我 離棄我 然後說 收留我 但是很多人都去不到這個境界 為什麼呢 他不了解 他不了解 神會收留他 是啊 因為他不覺得 神會幫他 是啊 我們怎樣幫到人 知道神幫到他 我們祈禱 OK 你按完手 有一個方法去幫他 知道神在幫他 有什麼方法 你看 你按完手 我都好幾次有說的 你按完手 可以問他有什麼問題 看看有什麼感受 是啊 有沒有什麼經歷 有什麼感受 當他有的時候 怎麼樣 有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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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時候說 少爺在那裡動工 是啊 沒錯 聖靈在那裡幫你 譬如今天有一個人來 就是他曾經探過他 因為他需要 我就叫他探他 探他 他又回來說 他那個人 他媽媽經常聽我的祈禱錄音 他幫了一個很大的幫助 就是祈禱了 他經歷神 就知道神是真實 就會給他有信心 你想說什麼 但是我早兩天 因為我的大嫂她有病 那個胃硬她都很痛 那她很不舒服的時候 其實她很抗拒 我跟她講福音 但是我見到她很不舒服 我就說 我可以說你祈禱 我就為她按手祈禱 但是祈禱到之後 就是 就是 我都問她有沒有好一點 但是她又不是很大感覺 這樣的時候 不要緊的 那我們就告訴她 不要緊的 你繼續親近神 其實有很多人經歷過神 我都經歷過神很多 就是你說我自己 經歷過神很多 也有很多人 我們認識了 經歷過神很多 你多親近 你就會越來越經歷了 可以這樣同 好 有一個回應 因為我發覺很多時候 你說人企圖 可能她那個期望 是怎樣的 就是很多時候 問她 沒有了差不多 我通常就會問 那你有沒有起碼覺得 平靜一點 放鬆一點 放鬆一點 這些大部分人都有 因為其實很多時候 很多人就說 現在差不多 我就說 會不會平靜過 你 明顯到之前 他們 具體一點 他們容易掌握 我不知道 是不是他們期望 很大的經歷 才算 是 OK 就是平安 是的 我都會通常問她 有沒有輕鬆一點 平安 輕省 身體會覺得舒服 這樣 這些就是幫助人 放下營餌 就是她經常覺得 神很軟 神會幫她 就算基徒 很多時候都會這樣 OK 好 接著就是 在詩篇十六篇八至九節 講到 張優惠常版 在我面前 我心歡喜 我靈快樂 肉身也要安然居住 這個同事先說 有類似 就是我們經歷神 知道神同在 是對我們有幫助的 知道神陪伴我們 就算基督徒 都不是很多 有這件事 因為他們 他們不習慣 不習慣 親近祈禱得力 他們很多時候 祈禱就是怎樣 神啊你快點醫我 為何還未醫呢 就是神沒有幫我 這樣 就會根據 他那個 要求的東西 祈求的東西 有沒有英雲 有些人說沒有英雲 所以神沒有跟我們在一起 所以我們留意到 神的同在 是一個對我們的幫助 我知道神跟我們在一起 其實我們 有機會去宣教的 你跟別人去祈禱 經歷到神 神跟你在一起 祝福你 那你就愛神 我剛剛 我昨天收到一個訊息 就是 就是 各位老師 就告訴我 他說之前有個家庭來了 就是有父母和有小孩 來到參加聚會 我就幫他們 經歷聖靈 解釋跟神關係不難 他說現在他們兩個 一家人很投入 整家人走來一起幫忙 這就是可以更新他們生命 生命更新 就是原來經歷到神 神那麼真 他們開始問我一個問題 覺得神很遠 那我就告訴他 神其實真的幫我們 神會來祝福我們 那那個 講這個問題的人 後來跟他祈禱 經歷很大的平安 感動 興省能力 那我說 你現在覺得神近不近 他說近了 現在 原來很多人 就不懂得親近神 所以我們學到這件事 都需要建立的 整天自己建立 要保持聖靈恩高 天天祈禱 還有找人一起祈禱 還有用 為人祈禱 你的聖靈恩高加強 所以你回去 找那幫人一起祈禱 能力加強 那你為人祈禱就會更加強勁 那在這裏 我們一會都會有祈禱時間 OK 好 那以後呢 臨前二章九節 神會愛他的人 如明眼睛未曾看見 耳朵未曾聽見 人心未曾想到的 那這個經文 可以怎樣用來幫人 拆毀營旅呢 那個營旅是什麼呢 例如什麼營旅可以幫他拆毀呢 因為他覺得神什麼呢 不夠信心 是啊 不夠信心 他覺得神不做什麼呢 不幫他 這個是不是指神的那個恩典 他是為愛他的人所預備 是眼睛未曾看見什麼 他沒有說 不過你可以想像 他到底是你未曾看見的刑罰 因為是什麼呢 你覺得是恩典還是刑罰 恩典 是啊 沒理由 愛他的人 我預備為你的刑罰很大 很大的 那你眼睛未曾看見 耳朵未曾聽見 人心未曾想到的 重點是什麼 我覺得神跡歧視會發生 這個其一 但這個經文不只是應驗在神跡歧視 還有什麼應驗呢 它的重點是什麼 色經 交託 是交託 交託是後果 倚靠後果 是救恩 但這個經文講的 救恩是其一部分 我想大家 色經 經文講什麼 我希望你養成這個習慣 經文講什麼 你預備什麼 恩典 我想你解經 到底他講 眼睛未曾看見 未曾看見 人心未曾想到 是什麼意思 歌倫德前書二章九節 剛剛今天的經文 就是用經文解釋 我希望大家習慣這件事 祝福 更快祝福 我想你解釋這三句 眼睛未曾看見 耳朵未曾聽見 耳朵未曾聽見 人心未曾想到 即是什麼 即是解釋那個句子 即是我們想不到 是的 他給我們 我們根本都想不到 是的 我們都不知道 是的 或者這些想像是這麼大的 是的 那你想不到那些失敗 還是什麼 想不到那些什麼 好東西 好東西 沒錯 就是講完了 即是經文裡面說 即你想都想不到 那經文 從上下文 和整體聖經 神是祝福愛他的人 那沒有理由 他接著又跌落陷阱 而是愛他的人 你想都想不到的好處 是 是 那些恩點會臨到你身上 是 好了 這個可以拆毀什麼 刑慮呢 因為我現在想大家思想 因為為什麼你們 見到人 有刑慮呢 為什麼知道有刑慮呢 其實有些人都有刑慮 不過有些人 很煩 很生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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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之很多寶慮 很多怨恨 很多仇恨 很多負面 覺得自己很慘 自卑 自憐 塞到實了 你任何 好像耶穌愛你 是沒有用的 祈禱好像沒有用的 神會幫我的 很塞到很實的刑慮 有些人就不是那麼塞的 但其實我們個個都有的 為什麼呢 你被人罵的時候 你就知道你有刑慮 你那些反應 就是很大反應 就已經是刑慮 即是心很激氣 有困難 就會很擔心 都是一種刑慮 這個經文是說 我們想都想不到的恩典 應用在什麼人身上 最有效呢 是那些人覺得 他的命很苦 很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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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應驗了他 他不想看 不想聽 什麼都不想理 是的 他不在那個困所裏面 是的 我們想介紹一個神的恩典 就是我們自己 和我們認識的這些人 真的整個人都改變了 耶穌真的是預備祝福的 是的 我們就分享 神都可以改變你的 最簡單 不如起床祈禱吧 祈禱有沒有鬆一點 有 然後第二天問他 昨晚有沒有睡得好一點 你可以告訴他 你今天多些祈禱 我通常是這樣說的 我跟人祈禱 你今天多些祈禱 你回去睡覺有沒有好一點 他說有 神就在祝福你 那這個就是 由他可經歷的事情 得到幫助 或者他本身很負面 他現在開始正面了 那你說 現在你想要正面了 和人關係又好一些 想要正面和人關係又好一些 有自信多了 那就是 你最初都想不到自己會有自信 現在開始有自信 那神就在做這件事 你越聽話就越多恩典 我覺得最大問題是 有些自信爆棚的人 就難搞一些 那些又不同了 那些人自信爆棚 覺得自己什麼都好 是的 他不需要教訓 那我們就可以問他 譬如 我們不是故意令到他 好像沒有用 而是說 那你覺得人生 是不是就是這些成功 就是一切呢 在成功中 你有沒有滿足 你是不是覺得 你就是這些成功賺到錢 這些東西 你就整個生命滿足呢 還有我們需要不需要耶穌的救恩呢 有沒有 不過有些人是不會想 他不需要 他不需要 那我們會跟他說 就是 神是能夠在 我們就算滿足 我們就算真的有錢 但有錢的人都其實 不開心的 有些 又不是個個有錢的 不開心 不過有些都是不開心 有些家裡都是吵架 很多有錢的人離世的時候 家裡的人就欠錢 欠家產 欠家產 不是欠他 是欠家產 所以 有錢未必代表是滿足的 我講到一樣 是有人說 用恩膏 用油 塗抹他房子 到處去祈禱 這個是不是有用 這些呢 這些呢 可以有用 不過聖經沒有說一定有用 你做無妨 不過你沒有想著塗完油之後 跟著他們改變 就是不是一定的 可能會 耶穌不會這樣 我想這樣 就是對於一些難改變的人 我們都依然為他祈禱 你快點跟他祈禱 問神 還有都問神 智慧 怎樣去相處 也都 有時他不肯改的時候 我們都放手 就是有些程度放手 但是你又祝福他 他不改但我要改了 是的 有些人真的 有些人的心真的很硬 你可以祈求 但是這個問題就是 他如何被耶穌改變他呢 我剛才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